用憋尿練凱格爾式運動 我來講...我來講一下好 我要放...放... 我要放回去了 放回去 好,看過來 很多人會說 練凱格爾式的運動 你就是尿尿把它夾斷嘛 對不對? 其實這個是一個 很... 嗯...簡單的方式 但是 尿尿把它夾斷 這個是OK的 可是 並不是用憋尿的方式去練習 那憋尿跟把尿尿夾斷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現在畫給你們看 請你們 剛剛那一批想要離開的 現在可以離開 如果現在開始聽的人就不要離開 不然你就停一半 停一半又開始有一些錯誤的認知 然後去造成未來的錯誤 我覺得這樣不是好事 所以我現在開始講下一題了 那好... 第二個 用憋尿練習 我之前是跟你們說過 我跟你們說 這膀胱嘛 男女膀胱都一樣啦 膀胱 然後這是尿道 這樣好 那膀胱呢 這邊在裝尿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擴約肌 有一個內擴約肌 內擴約肌 然後呢 我畫... 我畫的這個是比較誇張一點 要讓你們看清楚 它其實不是長...不是長在這樣 不是真的長這樣子的樣子 好 然後還有外擴約肌 這叫... 外擴約肌 好 那... 聽好了 當膀胱的尿尿 250到300cc的時候 滿到300cc 因為這邊有腎臟嘛 那腎臟會一直製造尿液 它就會分分秒秒 一直這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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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有一個尿液感 這是一種感覺 你有感覺才會有動作 當你... 感覺想要尿尿的時候 你就會去尿嘛 對不對 那... 當... 第一個是大腦有感覺的時候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當... 內擴約肌 在感受到我們的... 當膀胱裡面的內尿 到達250到300cc的時候 這個內擴約肌 它會自動打開 沒有辦法控制的 它會自動打開 是你沒有辦法控制的喔 這是無法控制的 無法控制 好 然後呢 我現在講的是排尿機轉 滿出...滿的時候 它會告訴大腦 說欸 想尿了 那大腦想尿的時候呢 內門會打開 內門打開的時候呢 外門它也會打開 但是 那外... 內門跟外門打開的時候 打開之後 這個尿就會跑出來了 但是這個內門是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的 它打開就是打開了 就像自動門一樣 你經過那個感應器 它就是會打開 那這個外門呢 它是可以控制的 那可以控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你發現 欸... 好像想尿尿 可是我現在這個場合 我正在演講 我正在開重要的會 我不適合尿尿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大腦感受到了嘛 大腦感受到了 那你就用你的意識 去控制 這個內門已經開了 控制不了 你只能跟外門說 我現在不想尿尿 我現在不能尿尿 請你關緊 那這個外門呢 它就會關緊 關緊 所以意識可以控制的是 外擴約肌 這也就是我們說的 憋尿 憋尿 好啦 講到這邊聽得懂吧 但是 凱格爾式運動 跟剛剛講的 完全沒有關係 凱格爾式運動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這次尿道 尿道 尿道外面這邊有一圈肌肉 這個肌肉叫骨盆底肌 欸 骨盆好 骨盆底肌 這骨盆底肌呢 它是會收縮的 它環繞在尿道外面是會收縮的 所以當你尿尿的時候 內門跟外門已經打開了嘛 那你要用這個肌肉收縮的方式 讓尿尿不要出來 所以 你在尿尿的當下 收縮你的肌肉 讓這個肌肉往內夾 把這個尿道夾住 夾住尿尿不會出來的時候 你訓練到的這個肌肉 才是骨盆底肌 而不是 叫你用憋尿的方式 去訓練骨盆底肌 這兩件事是完全不一樣的 憋尿是這個東西 尿尿過程 把尿夾斷 是這個東西 這樣聽得懂嗎? 但是請你在把尿夾掉的時候 就是邊夾邊夾邊夾 但是你還是要把尿尿完這樣 這樣聽得懂吧? 所以並不是用憋尿訓練哦 你們不要誤會了 很多人如果跟你說用憋尿訓練 那是錯的 千萬用憋尿訓練 你訓練的只是你的大腦 叫你的外科約肌不要打開而已 跟你的骨盆底肌 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轉回來 這樣OK嗎? 可以吼? 聽得懂嗎? 好 凱格爾運動是切斷大便的運動 我告訴你們 尿道、陰道跟肛門口 它橫越的那個肌肉 就是骨盆底肌 所以你只要一夾 三個洞都會緊 就這麼簡單